南宋时期 中国北方被惊人占据 宋是从汴梁迁都到临安 宋人们指得偏安在江南 赶怀故国往事 马远 南宋时期杰出的宫廷画院画师 作为南宋四家之一 马远的山水画对后世影响深远 它的山石 树木净翘干练 笔触里又有十亿万千 他也会遥想 那些曾经是宋朝的壮阔和山 全能的马远 于是在他的画作里 将自己化身成一位文人隐士 去到他在现实中不能去的山川和时空 喜欢松就去他最喜欢的松树下 听松风与山剑和鸣 像仙人一样 养一只鹿儿在身边 在明月清晖的夜里 枝烧间 梅香暗息 涌上一轮圆满的明月 在画面飞上两三缕淡淡的水纹 祭拜当末 去到三百年前 柳宗元石里的寒江上 只为吊得空白无相的血 放逐自己 在万物消逝 勿我两望的天地中 水涂的烟波细浪上 马远画了两只掠过水面的飞鸟 也许那是他 或是命运飘摇的南宋人的终极化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